AudioJungle 与细胞和内DNA调控有关 近年许多研究指出 足量维生素D能预防慢性疾病的发生率 异味性皮肤炎 气喘 肠造症患者 补充维生素D可借由调整免疫系统 降低发炎激素 还可预防乳癌 大肠癌 肺癌等癌症 成人每日建议摄取量 0.005毫克 常见食物 迅菇类 木许牙 蛋黄 优格 起司 鲑鱼 鲁鱼 鱼 鱼干油等 Aspitigo等于Wiado Wadsbygoogle Dush 日光与图片来源 PEXELS 维生素D方助肠道吸收钙质 我们常看到乌农的病人 为了关节炎来看骨科 可是他的骨质非常好 因为年轻时每天劳动 日晒 这就是打造骨骼强度的条件 骨科医师吴嘉林提醒 现代人常待在室内 女性对阳光避之为恐不及 这些都容易造成女性平静后的骨质疏松 维生素D有阳光维生素支撑 可以促进肠道吸收钙质 预防骨质疏松症 此外线不是只会伤害肌肤 造成皮肤癌 也会帮助皮肤制造维生素D 于日本东京都健康长寿医疗中心 开射骨质 疏松 特别门诊的森圣 而郎表示 虽然食用海鲜 菇类 蛋黄也可获取维生素D 但要获得足量的维生素D 还是得做适量日光雨 Point 只要一天15分钟 避开正午太炎热的阳光 选择自外线较温和的时间点 露出双手和脸去外面晒晒太阳 即可在体内生成充足的维生素D 如果在室内窗边光线穿透玻璃之后 是没办法达到日光雨的效果的 Aspi-U-Go等于 W-I-A-D-O-W-A-D-S-B-Y-G-O-O-G-L-E Push 除此之外 接触阳光也有益身心健康 吴嘉林医师就表示 我常建议家树让老人家晒太阳 第一个原因 晒太阳会让人心情好一点 抵抗力也会好一点 另外 药物或补钙瘾 石头过阳 光 才能化为有用的钙质 才真的能达到效果 Point 若对紫外线过敏 照射阳光会常湿疹 必须请较专业的医师 是否适合昨日光遇 本栏目文章 选自各大新文媒 体育中文网站 内容不代表希望之深的观点 或立场 文章版权规属原作者 如有侵权 请联系 我们删除